第十字秀 低着头拿着线 这是台南市几倍耍部落学堂 开设的暑期十字秀课程 每位学员不分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男生或女生 都专注地学习手上的针线活 我看你很认真啊 你喜欢秀十字秀吗 喜欢 为什么 很有趣 你不觉得很难 不会 最难的图案会是什么 最难的图案 对 几倍手 为什么为什么不这样难 因为要一直狂鼠格子 在外读书的青年 趁着暑假回到部落帮忙 除了再次熟悉这项工艺 也协助小朋友传承部落文化 因为现在开始现代化了 所以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也比较有在流逝吧 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 富裕这种手工艺 对于保存我们的文化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几倍耍部落学堂为了让小朋友 在暑假有事可做 开设简单的西拉雅族手工艺 和文化课程 国小校长也非常支持 能够让他们在小小的心里里面 就能够深深的去感受到在地祖先 所留下来这么优好这么好的文化 十字秀的体验活动之外 还有一些部落文化 可能像三项羽的教学 就是我们自己祭典的教学之外 就一些可能做面包 就是比较简单的教学 就是最主要是让他们在 除掉时间不要都待在家里 几倍耍部落学堂希望借有体验的方式 让小朋友逐渐熟悉自己的文化 未来也成为文化传承的种子 记得放 台南东山 成文部导